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的慈爱 阿弟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的主耶稣 非常地疼我们 非常地爱我们 祂会祝福我们 祂会带领我们 好 我们先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这么爱我们 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人的旨意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怀疑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奉耶稣命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说 然而 人啊 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呢 哇 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 真的很有意思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呢 在十八世纪呢 有一位传教师 伊克顿 然后呢 他 他们叫做姓杨 然后呢 他到加拿大的 这个苏托洛 部落的这个 比较 这个传福音 然后呢 村长感谢 这个 杨传教呢 传教师为他带来福音 并提到自己已是 已经是晚年了 其实第一次听到福音 因为这个 这个村子里面 从来没有人家 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呢 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 然后呢 这个村长知道 上帝是 这个杨教师的天父 变好奇的问他说 那么 请问 杨传道 上帝也是我的天父吗 你说上帝是你天父 难道上帝也是我的天父吗 这个杨教师就说 当然是啊 在哪一刻时候 围绕着他们的人呢 他们的人情呢 欢声的 鼓掌 在这个 任儿呢 这个村长接着说 哎呀 请问我无理 但是我觉得你师父 拉了很长的时间 才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你在 牧林里的同胞们 杨教师 永远忘不了 这一番话 他就说 杨教师啊 加拿大这么大 是这么 这个 这个村呢 是很偏僻的 离开都市很远的 在森林里面 然后没有人 去故意捣他们 也没有人呢 很乐意的牺牲自己的生命 摆上来侍奉他们 那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呢 我们哈 觉得生活中 有许多的拦住 不能到远方去传福音 而感到很伤趣 但是呢 上帝提醒我们 看看四周 我们才发现 周围哪有很多人呢 从来没听 我们见过耶稣 这提醒我们 不管我们身在何处 都有机会传福音 因为众人 同然有一位主 他也厚待一切 求告他的人 因为反求告主的名 就必得救 听到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 且记住 我们讲述的见证 皆非平反无奇 而是世界上最美好 最动人的福音 所以 你能问我说 牧师啊 你为什么到学校 去跟那小朋友教课 这样跟他们讲福音 我说 那是一种喜乐 因为这些年轻人 希望从他们年轻的时候 可以听到福音 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的救助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 我们要努力的穿福音 那我这几天呢 祷告 因为有一个老师 要介绍我 到他教的学校 去跟他们传福音 这个学校是客家人开的 所以呢 都是华人的子子孙孙 所以他们的很多 都没听过耶稣的故事 所以就会有这个机会 可以到学校去传福音 那是最好的 好的 真的 没得好讲 所以我们要祷告 求主使用我们 看看周围的人 他们需要听福音的话 我们就到他们那边 跟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接受基督 成为他们的救助 好 我们就接受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主啊 求祢使用我们 让我们明白 我们周围的人 很多都还没有听过祢的故事 很多都还没有认识祢 主啊 求祢帮助他们 要求祢使用我们 主啊 让我们可以 有个渴慕的心 可以传福音 可以带领更多人 信耶稣 我们爱祢 我们奉耶稣的名 祷告 希望祢祝福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子孙孙 与他们大家同在 我们的朋友 我们奉耶稣 每当我看到 你的世家 我双眼落泪 不能自已 每当我领受 你爱赴杯 我的心奋发 与主相成 主啊 教我学习 你的设计的爱 有你的香味 四处流露 仍爱温柔千倍 一瞬间是美眉 用作胜过的福音 天使 主啊 教我学习 你的设计的爱 有你的香味 四处流露 仍爱温柔千倍 一瞬间是美眉 用作胜过的福音 天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